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們說在這次花蓮地震 也造成了上百的死傷 那在昨天這個消息 最後沒有辦法把她給救出來 這次在花蓮的天王星大樓 當時這一位女子 她其實是已經出來了 可是這個老師 她想要回去救她的愛貓 結果就這樣 天人永隔 好 目前大家就在問了 這棟樓現在確實就是這樣傾斜了嗎 那很危險 該怎麼辦呢 目前說站不拆除了 要讓檢方先來搜證 因為她自然全島的可能性 已經降低了 所以附近是有用硝波塊來加固 但是先不完全拆 而且她現在在過程當中 她要來看看相關的問題 到底她結構性的問題 或是在合照過後 有沒有使用上沒有問題 她才會開始來進行拆除 至於在北冰街這邊 有一個透天錯 是整棟震毀了 就是剛剛我們看到的 這一個這個地方 那個時候呢 確實在網路上有很多影片 第一時間沒有逃出來 那真的是就來不及了 現在這個是因為整棟震毀 所以已經先進駐了 怪手還有大鋼牙 連夜先把它給拆了 才不會造成後續 可能餘震什麼更嚴重的後果 但說到剛剛這個 這一次大家都在討論的天王星大樓 除了說呢 剛剛我們記事有特別提到 這是比較軟腳的問題 就強跟弱的問題 硬跟弱的問題之外 大家也想知道 它過去其實曾經被列為 黃丹建築物 所以它其實有補牆過 好後來說是因為修善了 才恢復原狀使用 所以把它給拆了 可是現在呢 現在大家就想問了 當時到底有沒有完全的 符合到法規所有的限制 那曾經在台灣有很多的建築 都因為它在地震過後 受到了黃丹 現在去補牆之後 看到了這樣一個例子 心裡面多多少少 還會有一些擔憂點 但請技師來講 那現在呢 也有醫生講說 被震倒的大樓 他覺得蘇一峰醫師說 都有一個特點 就是一樓的支撐很小 確實啦 過往包括微冠 包括統帥 雲翠 都有同樣的狀況 也提醒大家 如果家裡頭 現在牆壁上 出現了像X或像V 也就是這樣子 比較蜘蛛網的破裂的時候呢 就必須要注意一下 看是不是請結構技師 來幫您看一下 家裡的狀況 結構問題 有沒有問題 也有很多人 可以在網絡上面瘋傳 住哪裡最安全 地科系教授告訴我們說 真的啦 住桃園是最安全的 因為受到地震的影響 是最小的 但是也有人說有沒有可能因為這樣 所以防震係數是全台最低的 甚至昨天這一震過之後 網絡上也看到 開始用抗震在打房產的廣告了 大家開始又專注了 在921過後 確實有一波 就是大家都很關注 到底他抗震係數有多少 甚至現在也開始在討論 因為從幾年前開始我們氣傷組這一邊 他在定義 就正極規模的時候 他重新去定義過一次 所以昨天呢 有很多譬如說六強啊 五弱啊等等 這些到底是什麼 網絡上面 這個查 已經查超過了30萬筆了 甚至呢 也開始出現地震險 這個在過去 台灣比較少見 天然災害險 那在現在大家開始又回過頭來 認真的理解一下 在地震帶上面的我們 應該要怎麼樣來看待 我們的身家安全 首先要請教的是技師了 原因是因為在天王星大樓 現在大家開始在問 過去曾經被列為黃丹補牆了 但這一次還是沒能挺過 來 請教技師 你怎麼樣來看這個問題 天王星大樓之前曾兵被列為黃丹 就是表示要去補牆 那補牆過後 我所了解是他是不是後來 因為做某種使用而移除掉 或是說沒有去做維護 那是這樣子 那個建築物的補牆 建築補牆是在補牆 它的強度跟韌性 那能夠恢復到原來的設計的 耐震極速 就是耐震的需求為原則 但是我覺得天王星大樓 它雖然經過黃丹 經過耐震的一個補牆 工程的補牆 但畢竟它的原來的結構系統 是不好的 就是剛剛講 它一樓當店面 或者說它的那個 一樓是一個懸挑的 等於說一樓是一個弱城 它基本的條件就不是很好 要嘛就是挑高 要嘛就是柱子不夠多 兩櫃子不夠多 對 這是它最根本的問題 就是我剛剛第一階段講的 它是在88年12月29號之前 的房子設計的時候 基本上是比較沒有去 care或是沒有去強調 耐震設計規範裡面 對於軟弱城的要求 就是上城跟下城的 平面的不規則的要求 所以我認為天王星會 今天會倒塌 或是今天會傾斜 是因為它原來的這樓系統 就已經是天生 這個堅填不良的情況 其實建國那一陣補牆 那還是沒有辦法 去解決它弱城的問題 我認為是這樣 那所以如果收到 黃丹的這個建築物的話 我們如果請這個祭司 來幫我們補牆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來確認 我們真的補牆了 這樣有夠用 我們作為住戶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來理解這件事情 因為有的人可能 他也是收到 收到的會怕 還有現在的地方 我們心裡頭會 比較擔憂一些些 你怎麼看 民眾怎麼確認補牆後是不是 或者說補牆之後 是不是可以比較安全 其實應該要回各道專業 因為政府這個黃丹委託的補牆設計 跟評估分析的記事 他們會去考慮軟弱城的那些的問題 那比如說他經過策略分析出來之後 結果明顯的是在一樓的弱城 到底是弱在柱還是坐在梁 記事他就會本身他專業去做補牆工程的設計 那在民眾的部分他只能夠 我是覺得說只能夠 要強調一點說你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記事補牆工程過後的那道牆 或者是那個梁或那個柱 你不要輕易把它移除掉 那個牆或柱或梁 技師補牆的那道牆 或者一個補牆 或者一個擴柱 或者一個簡力牆 那都有它補牆的意義存在 通常一樓都是會做店面或做什麼 把它開個洞 或者說把這個牆拆掉 以為這個牆沒有什麼結構行為 不行 大概民眾要注意的是這一點 就是說你要去了解補牆的 那個每個構建 就是每個桿建 包括住 梁 牆 都不能夠任意的採除 而且這東西 這個補牆的那個平面 一定要在管委會要列入紀錄 不能在變更設計 或者說住戶撞修的時候 不能任意採除 這是住戶要注意的事情 是 好 現在大家開始在討論了 網絡上又開始在問說 到底住哪裡比較安全 又開始說桃園地質比較好 房證係數更低 甚至房產的廣告開始 又有很多關鍵字出來了 來請教一下永萍姐 因為其實對我們一般老百姓 來講的話就是 每一次只要地震過後 大家就會嚇到 那個時候這個 防災意識就會特別的高 就會特別的提升 但是整體來說 到底我們的體質上面 怎麼樣的改善 政府其實應該多負些責任 你現在就算覺得說桃園最好 可是問題是很多人 因為工作 舊學 還有種種的原因 你也不可能都搬去桃園 我們這次雖然說台北市的災情不嚴重 可是事實上那是因為 他這次震的方向 還有他的震度 沒有對台北市造成那麼大的影響 否則台北市的那個危老房子 剛才這個林技師講的真的太對了 就是說民國88年年底之後 再蓋的房子 基本上你就算看他大樓搖得很厲害 可是他任性夠 他不會倒 可是你在那個之前蓋的 你沒有那種任性 他那個震震 震震裂痕多了 他就垮掉了 大家要知道 當時台北市25年前 921島的那個東興大樓的時候 那個時候台北市的震度是多少 是4 這一次的震度多少 這次震度是5弱 所以這一次在北北基討 不發國家警報通知 那些人認真是應該要打屁股 立法委員要嚴格嚴格嚴格的 這個責怪他們 因為太離譜了 那如果說他們發現 5弱還不發 還說那個林佑昌 完全睜眼說瞎話 說什麼不到這個震度 那怎麼可能 那好 為什麼25年前 東興大樓在台北市4級就倒塌 就是結構不良 那這個天王星在花蓮 花蓮是一個經常地震的區域 你已經是黃丹了 結果到底 這就是今天為什麼 他倒了以後 現在他不馬上拆除的原因 因為檢察官一定要進去搜證 那我直覺的感覺 我認為這裡面一定有 人為人謀不髒的問題 因為你已經是一個圍樓了 你的圍樓你最後可以把他的黃丹解除 這裡頭有沒有貓膩呢 那另外我最後一定要提醒消費者 這種時候你消費者本身 你自己決定住哪一個區域 跟你的就學工作有關 可是你選哪一個房子 你不能貪圖便宜 這個天王星從黃丹後來到解除 他在買賣的時候 他確實變得比較便宜 可是你如果有貪小便宜的心態 你很可能在災難的時候 你就得不償失 我覺得這是大家經過這個教訓 最要學習的地方 不過回頭所當然就是那個 到底他先前如果被曾經貼上黃丹 前就有警示過的話 那為什麼後來我們的補強 是不是在過程當中 我們還能再做什麼 災害發生了 天災發生 我們無法避免 但是我們人為能夠補救的這個部分 政府有沒有可以透過什麼SOP 把它給補上 來請教小新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說在台北市 以台北市來講的話 像老舊的建物非常的多 像這一次發生災情 為什麼很零星 因為幾乎都是在 很多的瓷磚剝落的問題 這也代表說 當我們的房舍過於老舊的時候 這次的正央是在東部 如果是在西部 如果今天它的正央在西部的話 對整個西部地區 包含台北 新北 這種有非常多比例的是老舊建物的地方 可能影響就很大 那大家都談防災情度 跟談都市更新很久了 然後大家也都說 鼓勵沒有人是反對或不支持 可是問題是 實際上面的難度非常的高 因為我們就講幾個最簡單的 第一個 一樓的反對跟這個訂樓的加蓋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在於容積率 因為現在包含我們對於公設 公設比30%到33%左右 對於一些老舊建物 它幾乎沒有什麼公設比 所以你都市更新以後 它實際的居住面積可能會變小 這個也會引發居民的不樂意 第三個就是說居民心態上面 覺得反正現在也還沒有地震 我住得好好的 我幹嘛現在要跟著一起都更 如果說都更條件 不符合我心裡的期待 通常都比較高 我就乾脆再等等好了 所以這三大因素來說的話 這是造成雙北度跟非常困難的原因 所以在很多包含散容積率上面 其實就應該要放款 還有很多的法規上面 像是公益大廈管理條例等等的 對於一些建物的一些外牆的剝弱 或者是說它結構的補救 還有相關的講助跟鼓勵的辦法 都應該要藉由這一次的事件 趕緊的重新去思考 不然的話你看921到現在25年 當時921的痛 雖然大家那時候都非常痛 那個往生的人數非常多 可是整個國家為了921地震之後 重新檢討 建物的標準完全的 現在能夠符合耐震 所以才看到這個大地震發生的時候 傷亡人數顯然是比較少 那幾乎大多都是因為落實的關係 那這點就比較是真的有點看運氣 所以我是希望說 經過這一次的大地震 大家要有危機意識 要重新去檢討 防災型都更上面的速度 我覺得還是必須要加速的 請教一下惠文哥怎麼樣來看 當然你現在是專業 就是說以我們花蓮的中山路來講 中山路靠海這邊 就是這一次看到天王新大樓 中山路是我們以前的救火車站 上次這個倒的那些是 在中山路的另外一頭 可是你們現在坐火車道那邊 是新的火車站 那你說花蓮被開黃丹的 只有天王新嗎 那為什麼只有他倒 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剛剛幾位前輩 提到東興大樓 25年前我也在現場 我想說怎麼看到有一個人爬出來 然後又爬回去 他已經逃出來了 為什麼要再爬回去 因為隔很遠 我們看不太 結果那個人是歐靖德 台北市的副市長 他一直爬... 他就在看有沒有人可以搶救出來 東興大樓是25年前 台北市最危險的大樓嗎 當然不是 那為什麼他倒了 就是倒楣 所以我覺得那些網友也不要 這個其實已經沒有辦法 去解釋的東西 你看2020年的9月桃園鎮渡山 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巴德運中心的 那個羽球場的天花板就掉下來了 當時的桃園市長是誰 不是鄭文燦嗎 為什麼會掉下來 你才正渡山 你是怎麼施工 這不是桃園市政府的工程嗎 怎麼會這樣子 我們昨天跟大家講 這個大清水隧道 其實這個整個橋都不見了 這個隧道在這邊 今天公路舉一個新的圖 就是這兩端 這兩端的長度是25公尺 它這個橋已經整個不見了 橋跡都不見了 你就知道這地棟有多嚴重 我給大家看一張圖 這個圖是在屏東的房寮 在這邊 為什麼會這樣子 為什麼他這邊要調波車道 這些車要去哪裡 這些車都是要往花蓮開的 要從屏東去走南橫去繞台東 再往花蓮邊走 所以因為車太多了 所以這個屏東的警方 去把那個車道調波 讓這些車能夠快速的 往花蓮開 為什麼 因為蘇花公路斷了 就這樣子 不然不會過 這個是這一次才發生的 不是已經 所以燕穎我的結論是 就我們來看 已經重複發生很多次了 我們只要每次蘇花公路斷了 我們就只能從台東 屏東那邊繞 去繞一大圈過來 這樣的情況 要什麼時候才能結束 難道我們現在的這些工程跟這些 沒有辦法克服嗎 我不太清楚 這政府願不願意做 要不要說一勞永逸 把這個問題解決 每次都這樣子 我們花蓮每次都在做事 這不是只有這個人民的商務 包括我們那些經濟的活動 這全部都受到影響 其實你們這個北農的很多菜 都是我們花蓮運上來的 它現在變成要繞環島一圈 才能上台北 這個損失太重了 這個我覺得這個應該 結構性 系統性的去解決 不要每次遇到地震了 我們再來去講這個 這對我們花蓮 因為我們自己花蓮的人 講到都有點麻痺了 每一次都搶修 然後每一次都必須要 耗時好幾個月的 去希望能夠儘快把它搶通 當然我們也知道政府 希望能夠讓花蓮後算的這些居民 可以有更方便的道路 只是有沒有可能就像 輝文哥花蓮人講的 他們的心聲就是什麼 能不能你想辦法 應該會有辦法 現在科技這麼發達 我們是不是預算多一點 你就一勞永逸把它給一次解決 能不能夠做得到 這個其實是花蓮人 或者是台東後山這一邊的人 他們最想問的一句話 我們先進廣告